在通车典礼的那天 各界来宾和附近居民 总共数千人聚集在中沙大桥典礼现场 1978年10月31日 中山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为了让所有人都体验到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长城巴士国光号 在隔天11月1日正式引运 客运客早安 欢迎您搭乘国光客运 本班车是由台北车站出发 到桃园机场 第一点零五分有一班车 没错一点会有班车 头戴船型帽 身穿制服窄裙 站在客运前亲切的问候 她是国光小姐 要站上这个位置 也不是人人都可以 身高要160公分起跳 最严格的是体重限制 在48到52公斤之间 太胖太瘦都不行 还得注意每一每一 脊椎要挺直 所以在肩膀臀部以及小腿的部分 刚好沉移直线 所以就是要靠墙壁站立 这个时候两手放松 然后呢那个臀部微微的夹紧 这个时候是最正确最正常的姿势 在搜寻的时候 有个舞台上会让我们在那边走路 然后评审委员会在下面观察 如果你的姿势是不对的 他会请你重新练习 数百人报考只录取50个 过不了严格训练的 中途还会被刷掉 因此那些年有句话 天上滑航地上国光 是令人呈现的职业 回家的时候万一算是这么回去 邻居都会出来给你们拍照 或出来看你们 对啊都会回来看说 哇你们家的女人回来了 好漂亮 然后回来看一下那个国光号小姐 说你工修 要是你如果愿意出勤上班的话 那就有加班费 那基本上这样子加起来的话 大概会有将近四万块的薪水 这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民国76年 所以那个时候四万块薪水 你的同学蛮大概的 如果说跟人家比起来 我们大概比人家多了一万多块 是很好的待遇跟服务 艺人余小凡当年就是国光小姐出身 还被心态挖掘 后来成为穷瑶笔下的最佳女主角 好 需要点茶吗 好谢谢 两杯 谢谢 两杯 好谢谢您 只要按一下座位旁的按钮 国光小姐就会亲切服务 倒茶递水 就像是公路上的空服员一般 早年还有报纸公旅课阅读 服务超群的国光号 当年可是国道上等级最高的车辆 从台北到高雄 每20分钟一班 单程四个半小时 其他中心号 金融号等车辆 如果在路上遇到国光号 一律不可以超车 目前在台中泰安设有休息站 休息站内有茶水 毛巾 餐饮等供应 体续旅客周车劳顿 车到台中暂时休息十分钟 这对当时台湾人来说 已经是很新鲜的体验了 而对于客运驾驶来说 开国光号更是梦寐以求 为了不断提高驾驶人员的素质 第三区运输处经常举行 驾驶人员在职训练 那时候我要开国光号 是要经过从最烂的 最补充补充的补充车 慢慢慢慢开开开 然后有几年以后 就去累积经验 慢慢慢慢超 将近快十年 那时候我们将近快十年才开国光号 才能够上 因为这个 想要开这个会果巴士 每个人都是梦想的 有当时我们台湾客运的时候 开国光有六七万 是有六七万的 所以说 外面民营来讲 顶多好像三十万块 这个差蛮多 所以说他们才想尽办法 都一定要考进国光 台湾客运 不仅要任职十年以上 就连驾驶过程中 也不可有任何的肇事记录 刚开始说真的很紧张 因为国光号跟一般车不一样 因为它轮胎就好 它八个轮胎嘛 然后它的车子 它那个 它是继续不是用一般干化的 所以都要坐起来 你看它 所以你刚开始之后 你角度方面 它以美国的方法 他们是 因为他们路大嘛 美国人路小嘛 所以你看我慢慢慢慢 要转弯 一定慢慢慢慢看那个 开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感觉这个车 没有任何客运可以比 没有什么巴士可以比的 国光号客车 是从美国原装进口 共有四十四个座位 每个座位上方 有两个看书道用的小灯 国光号车子里有冰箱 厕所都是为了长途运输室做准备 底下还有三个大型的空间放置 三个庞大的行李箱 可以存到全部流口的伴侦 这都是笔造飞机的舱内的规格的时候 设计的这个置物柜 它这个置物柜又很大 可以摆东西非常多 而且很坚固很耐用 因为车体从美国MCI进口 和美国灰狗巴士 使用同一种车款 因此韩国光号也被昵称 灰狗巴士 但2015年 灰狗巴士已经正式退役 但国道上仍有一辆辆 新型巴士接棒 时序服务者每一位旅客